记者两委民众和报道 麦阿密网塞女单决战上演青春对决 方琳24岁的史蒂芬斯 Sloane Stevens发挥从小在此成长的绝对地主优势 历经一小时31分钟苦战 7比6、7比5、6比1击退年轻4岁的拉托维亚 第六种子欧斯塔潘科 Gioanna Ostapenko 史蒂芬斯破天荒风后 同时生涯守进世界女单前十 即将来到第九席 可说双喜临门 美国佛罗里达州出生的史蒂芬斯 去年美网大满贯爆冷轮源而一战成名 至于欧斯塔潘科则是去年法王女单赢家 如今狭路相逢由第十三种子史蒂芬斯直落二胜出 让他缔造迄今六场决赛全胜的不败记录 这里对我的意义很特别 因为从小在此打球 包括橘子杯还有各种比赛 由于麦阿密网赛从比斯开湾区明年已适应时体育馆 因此史蒂芬斯也是最后在此夺冠的选手之一 很荣幸 当然也很开心 我拥有许多美好回忆 这里的一切都会铭记在心 这也是史蒂芬斯即去年美往后生涯最重要冠军 足以一局摆脱先前低潮此行他先后击败另外四位大满冠冠军 除了决赛的欧斯塔潘科 还有西班牙美女穆古鲁莎 Kalbine Mugreusa 德国左手剑科破 Angelica L白俄罗斯名将阿沙莲卡 Victoria Ezarica 手中金杯质量兼具 史蒂芬斯 欧星社